规划已久的留学计划 因2020年年初的一场流感被迫延后一年 在延后的一年中 兵役与论文早已将刚拿到录取通知时的兴奋和开心消磨殆尽 取而代之的则是面对疫情与全新环境的紧张和不安 不过在家人和女友的支持下 让我想起了决定出国的初衷 并拾起早已布满灰尘的勇气 迎接并面对未来的挑战 终于在2021年的暑假 我踏出了留学的第一步 那已经在脑海里模拟练习已久的第一步 我是透过双联学制来到美国念书 我就读的学校是位于美国中西部二海二洲的新兴纳提大学 新兴纳提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 成立于西元1819年 因孝史悠久 所以可以在校园内看到各式各样风格的建筑 也因为二海二洲四季分明 这也让我有机会体验到台湾很难看到的学景 其实我真正待在星星那底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半年 有惊无险地完成第一个学习的课程之后 在第二个学期 我选择用实习来完成双联学位的毕业门槛 我实习的公司位在德州南部 这次实习的机会不仅让我更加了解相关产业的工作内容 也让我有机会来到其他州 其他城市生活 除了读书和实习的城市之外 大老远从台湾和跨太平洋来到美国 不免俗的还是有利用客与放假时间出门旅游 从芝加哥休斯顿 再到纽约波士顿 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另外身为一个喜爱篮球的球迷 肯定是有把握机会去看看几场NBA球赛 对 是几场 不止一场 虽然座位很高 距离球员很远 甚至在开打前一天 主力球员还因为受伤没有上场 但也算是完成了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了 9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也顺利完成了学业 我知道这很老套 但如果要我选择一个词汇来做总结的话 我想那应该会是心怀感恩吧 从准备托福拿到录取 被迫延期再到顺利完成 如果没有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女友的鼓励 和身边朋友的陪伴 我想 如果留学这个选项 应该就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中了吧 谢谢在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也谢谢我自己 谢谢你在遇到了这么多波折之后 还是坚持着一开始的目标 也期许着你 带着这份努力和坚持 勇敢的 坚定的 去面对未来的每个挑战